嗨 大家好 我是小喬 我在2011年的時候 演過上一版的《征婚騎士》導演的角色 所以這次七年後再來 六年多後再來看這一版 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也很感動 就看到一個戲 有不一樣的生命 那但是 尤其看到最後那個 國秀老師那一段整個就是淚崩 因為那時候我們演的時候 國秀老師還在 那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果陀跟月姐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合作 我覺得可以讓這個 非常非常棒的作品的生命 可以繼續延續 我覺得非常棒 裡面的劇本每一句台詞 都是超級精準 超級棒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來看 《征婚騎士》